今天又是一期快问快答 第一个问题是西班牙学校 一年有几个学期和假期 学期其实和国内是一样的 两个嘛 但是它下半学期比较短 是9月到12月中旬 在圣诞节之前就放掉了 那下半学期呢 就从1月份一直放到6月底 但是需要说到这个假期 西班牙大大小小的假期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基本上每个月 至少都有一周 他们是休息三天的 主要的大假有三个 一个就是圣诞节 差不多是两周多一点 就相当于我们国内的寒假 那三月底又有一个 是复活节的大假 差不多八天的样子 还有就是从6月底一直放到 9月初一 就是暑假 他们去年9月6号才开学的 为什么没有拍农年写真 我们之前呢 都是自己家里架一个 那个很大的架子 然后白号手机下拍照 今年呢 一来是因为家里的家居住 都没有到 然后又乱七八糟的一堆事情 所以就没有来得及 那明年刚好是十个年 也是金字的本命年 当时我们给他 和我们全家都好好的拍一套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哦 巴塞罗那和国内的时差 这个呢 其实要分夏令时和冬令时 像我们现在呢 就是属于冬令时 和国内差七个小时 等到三月底 我们又要进入夏令时了 到那个时候 我们就差六个小时 所以现在你们基本上 在北京时间 下午五点 六点七点 看到我的视频 就是我们中午的时间发出的 那为什么 最近发片的时间 不六晚了一些呢 是因为慢慢看到 有些小铃铛说 开学了嘛 如果五点发的话 但是还没有放学 所以呢 我们就一并的调整到了 六点到七点左右吧 也希望呢 大家可以先以学业为主 完成作业之后 再来看我们的视频 下一个问题 介绍一下 吉丁姐的画画软件 它一直在用的啊 是一个叫做 Procreate的软件 因为这个软件是要付费的嘛 我还记得当初 它让我付钱的时候 郑重的其实说 一定会好好的利用它 目前看来 表现是还不错了 妈妈这个会员费 也没有白服 如果你们也想通过它 去学一些画画 去设计的话 这个软件倒是真的不错啦 什么时候回上海 暑假 如果不说意外的话 一放手叫我们就回国 除了回上海 我们还可能要去 澳洲 成都 还有长沙 具体的行程还没有定 其实我还在想 去一下日本或者是韩国 因为那边的文剧啊 本创啊 包括一些台语 都是做得非常非常棒的 你们比较想 我们学大力道 最后一个问题 西班牙语好学吗 其实西班牙语除了弹蛇 它其他的发音 都要比英语简单 因为你只要记住这个字 是什么发音 然后看到它发什么音就好了 但是好像语法里面的 动词变味什么 还是蛮复杂的 我看姐弟学的还可以 虽然我自己还没有 进入系统的学习 因为一方面是没有时间 另外一方面是 我也是想 他们就有办法 做他们学得快一点 以后出门就让装作 小语 好了 今天的快问快答 就先到这里啦 你们还有什么疑问呢 包括之后 我也会继续把 青春期101个 怎么办做小语 如果你们有什么困扰的话 也欢迎来听 跟我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